加拿大多伦多的一条高速公路近日上演了惊魂一幕 约40辆车连环相撞 监控画面记录下了当时现场惨烈的场景 监控录像画面显示 当天高速公路的交通原本平稳有序 不想一辆大拖车的出现打破了平静的一切 只见它一发不可收的撞上了公路中央的防护栏 车身瞬间被撞得支离破碎 由于惯性 部分车身还冲过护栏到了公路的另一边 一些碎片飞溅到了正迎面式来的汽车挡风玻璃上 看画面 这辆拖车可能是因为刹车失灵 致使汽车完全失去了控制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紧接着引发了约40辆车连环相撞 当地警察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没有人员受伤